1975年正是美月大战的最后一年 画面中也映射着美军撤离时的不堪 数几十架战斗机 贝贝无情地从航母板上推入大海 故事的缘由究竟如何 让我细细到来 事情还要从4月29号那天说起 在这一天西贡被攻破 满大街都是枪林弹雨声 周围的百姓四散逃离 街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是尸体 能跑能动的是数以万计的难免 其中最显眼的 当属一位七八岁的小孩 身披床垫用来抵挡飞窜的子弹 战争一旦打响 其中最受伤害的无非就是老百姓 由于美国对越南进行政权干涉 使得越南南北对立 但是以美国为靠山的南越政权 被逐步瓦解 数以万计的南越人像 逃荒式的前往美国驻越大使馆 场面一度失控 此时离开西贡的唯一方法 就是乘坐馆内的直升机离开 此时大使馆门口人满为患 这里也是西贡目前为数不多 能够逃难的地方 但美方紧闭大门 丝毫没有解救他们的意思 甚至还暴力驱赶 试图冲进大使馆的南越人 但旧馆内那几十个人 根本挡不住数以万计的 南越人逃命的想法 果然没过多久 使馆大门就被南越人所冲破 所有人拿着自己东西直奔机场 寻求一个逃往西贡的机会 但这怎么可能现存的直升机 是用来承载留越的美国军官 留给南越人的逃生机会少之又少 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西贡时刻 馆内能用到的场地几乎都用上 直升机更是超负荷运载人员 此时如果有人站定一看 馆内满满的都是难民 飞机时刻都在起起落落 当美方人员都撤完剩下的那个部分 也只是留给南越政府官员及其亲属 其他的难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直升机离开 其他人只能另寻出路 好在一百公里之外的美军军舰 也即将离开西贡 难民们又一窝蜂地涌向军舰的方向 好在这次船员并没有驱赶他们 但难民实在太多 军舰无法承载这么多人 在一方思索过后 更是将直升机推入大海 以确保撤离行动能够顺利完成 在这场越南战争中 美方可谓是损失惨重 最后更是狼狈撤离 今 Leaf 3000 女神 电税 委员